跟我打招呼啊 然后叫我 我都没有任何回应 那我就有点纳闷 因为这不太像是我 从朋友打招呼 不能判定声音定位 到后来渐渐听不清楚 而开始觉得生活没落无趣 现年64岁的听损病友 廖女士把发病开始的失落经验 与大家分享 事实上全台湾60岁以上的人口 有一成为听损的患者 并且还可能诱发失智症 让人不得不正视听损这项疾病 因为这个听损刺激进来之后 它不是只有刺激到听损区 它会透过一些连结 跟情绪认知相关的这个区域 产生互动 那这样的互动对于脑部的活性 实际上是有它正面的帮助的 那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推论 当听损的这个损失 降低到某种程度 导致其他区域的刺激 减少到某种程度 那这个影响如果到达一个显著性 可能发生失智的趋势就会升高 医生指出 根据研究显示 听损长者之力受损比例 比起听力正常者高出了四成 原意多为听觉刺激 减少了脑部的活药 最终诱发失智症的产生 那如果产生一个不可逆的反应的话 那老年人的这个失智症的症状就会确立 那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如果有听觉的障碍 听力损失的话 还是及早要就医 那么及早的介入防止失智症等等 例如说忧郁啊认知功能降低这个发生的这个风险 医生提醒 人从45岁开始渐渐有了轻度听损的情况 因此最好定期接受听力检查 以及使用助听器来改善听力的品质 恢复良好的日常沟通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限电视 雄精菜